今天要带大家看一套442坪的三层现代别墅 和传统别墅不一样的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 采用了大量的双层玻璃幕墙 在阳光和雨水的这种照射下呢 就非常像一个大型的玻璃盒子 整个庭院呢是有将近200坪 然后你们看到这边是有民宿 有水泻 非常的有人文关怀 进来看看客厅的空间啊 客厅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整扇的落地玻璃 远看山有色 静听水无声 这种意韵是很多房子不能给你的 二楼空间和一楼做了一个通膏的设计 把一楼的光线引到楼上 同时也把一家人联系了起来 虽然是三层别墅 也不会叫不应了 接下来是party time 去赴一楼看一下 好我们到复一楼了 那其实复一楼呢 它也是一个挑空的设计 这种设计呢 它的互动感就会很好 你的小孩在楼下玩 你在这里也可以很好地照顾它的安全 有的时候我又想吃牛排 又想吃小炒肉 那你就可以请一个中西双厨 让他们出现在同一个餐桌上 大家可以非常愉快地聚餐喝酒 会客厅 私处餐厅 茶室 饮饮室样样俱全 所有的空间连在一起 但同时有隔断有每个空间的私密性 来 上面是玫瑰花哦 来 欢迎了 给你们泡一壶玫瑰花茶 茶艺师点点上线 哇 这也太重了吧 今天这套别墅的设计是我很少见的 这里不会受到传统墙面的限制 把家做成了上下两个流动的空间 这种减法的设计 不仅在产品上赋予了生活更多的想象 更在生活上让家人之间有了更多的交互 是一个能交流情感的家 在这样家与家 人与人的联系下 共建美好社区 而这也正是九州美好生活的愿景 其实我们今天看的整个翠湖香山的社区 我个人都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我们看的蝶术产品呢 一共也就只有64套 那对于猪哈来说呢 这种产品还是比较少见的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这里的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啊 怎么样 要不要在这里度过你的漫漫美好时光呢